有部份五仔都不會寫上Made in Japan 究竟是不是Made in Japan呢? 都不是太重要 寫了Made in Japan感覺就良好些 這隻中東字面 連日曆都有中東字樣的精工 曾經在ebay買到很貴 剛剛出的時候 玩味極重的手錶 看起來像AP 當然只是一隻五仔 但是有了中東字的加持 好像整隻錶都漂亮 一隻日制的五仔連中東字 已經在今年 有人說它已經停產了 如果大家在 杜拜那些地方可能買到 香港就應該沒有入過這隻字面 如果有勞力試的中東字面 十幾二十萬就容易到 這隻精工五仔的 中東字面 都是不差的 玩味極重 但上手都挺過癮的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